收費時段 今晚依然有周發元師傅在這裏 一邊看大家的留言 記住大家不要把你的電話號碼打上去 有什麼問題直接打來 當然啦 是要跟靈異有關的才打來 多不多去加拿大 什麼 我剛才問你 多不多去泰國 你就家人不讓你去 加拿大呢 加拿大 我以前在那裡讀書 是嗎 那加拿大在哪裡 不記得嗎 記得 但我想像你剛才這樣表達 你說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叫Edmonton 你聽過嗎 Edmonton 當然有聽過Edmonton 很冷的 我以為你從Edmonton回來 電話旁邊這位 都是來自加拿大的我的朋友 叫Gary Hello Gary Hello Edmont 還有周發元師傅 喂 喂 這麼靈驗 其實她在香港 她在香港 她不是加拿大的 所以其實是不需要修綫的 我們是 還有現在沒有長的電話 差不多了 大家都用WhatsApp 所以你不用怕 我不用修綫 好了 說回那間鬧鬼 多倫多 非常出名 你有聽過嗎 我聽過 但很多年前的事 很多年前的事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經營一間酒樓 喂 什麼事 你收了錢的 我在這裡 你在這裡嗎 OK 我在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說 是的 靈異世界就是這樣 我很害怕我現在 是不是應該把內容 或所見所聞 按下它 那當然不是 喂 Gary Hello 你好 Edmonton 你好 Garry也曾經上過的節目 以前也在加拿大做過一些靈異節目 類似這樣 我想今晚就問你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新聞看到 這間新光酒樓就逆了一手了 你之前知不知道 或者有沒有聽聞過 就是當時的情況 其實我想整個加拿大 多倫多 在華裔的社區 唯一流傳鬼故 也都是最悠久的歷史 都是別無緊要 就是只有這個新光酒樓 是的 位於這個Dowtown的唐人街 嗯 是呀 是呀 你有沒有去喝茶呢 其實這間酒樓都轉了幾個手了 後來都不是叫新光的了 當年我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都逆過手了 依稀記得去過了 但是就 你知道他喝茶 其實是燈光火著 也有很多人的 所以那個探鬼的思潮 不是很厲害的 嗯 我也去過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上去的時候 因為都很多人喝茶 整件事就 是的 那他那個故事的傳聞 其實都是關於他的前身 是的 那個 是的 是的 沒錯 哦 即是他說他的前身 曾經是一些 地地國籍的地方 然後也是說他曾經作過 殯儀館 或者一些停屍的地方 嗯 因為在外國 在加拿大 譬如有一些宗教 譬如他那個 那個 那個廟宇 或者那個廟宇 其實他們也有放在 停屍的地方 是 可能是因為他前身的 功能 或者架構上面 就令到 這個鬼的傳聞出來 好像就是有根有據 嗯 嗯 因為他現在就說 以這個市價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屬加拿大 所謂的地產 他說830萬億手 這樣 其實是算多還是少呢 如果你 這個是說港幣就是加幣 我想是加幣 因為這份報道 他應該就不會用港幣計算 我想如果跟香港比 一點都不是多 那你算回 就是在說四五千萬 但是在說一個酒樓幾層 這樣就 都不是一個 都不是一個 什麼很大的價錢 是不是可以叫做 歸類於一種 叫做空窄的價錢 是啊 是啊 可以這樣說 或者應該叫便宜 是不是 可能這樣說 不是一個貴 但因為如果在地段來說 它是屬於一個 Sibadana 一個 Sibadana 在當地 韓家的主要道路上 其實 是一個很旺的地方 是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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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很多東西買的 是的 它的陰暗點是這樣 很有趣的是 其實它的門口 向着 Sibadana 就是向着一個主要馬路 你可以想像 香港 彌敦道 正常於一個地面的酒樓 應該是一個正門 是開在那裡的 其實它的設計上 正門也是開在那裡的 但是很早期它已經把正門封了 甚至還有一個獅子放在旁邊 封了 你知道營業中的酒樓 封了門口 這樣 也挺詭異的 正門不開就要開側門 應該是一些風水東西 應該是風水東西 你石獅子是對著大馬路 是的 是的 的確有些報道也說得很對 它的設計 不知道是當年的設計師 或者想保留一種中國文化色彩 其實它比較像廟宇 黃色的面 是呀 那些啞頂 是的 是的 那就比較古怪 不過這個香港的新光 都類似是這樣的 新光是這樣的系列 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想這個機會性非常之大 所以可能 如果說感覺上 就會是向那邊 可能人家都是保留自己的酒樓 特色 是的 那全民都是在說二樓 很多時候都是在說廁所 又看到什麼 最近是什麼 很多時候都是說 譬如說 有女鬼在裡面 懸空 或者很多時候 人們又不敢在那裡擺酒 或者是有一些 我發覺呢 其實在多倫多 譬如我以前都試過去 一些鬧鬼的餐廳 是的 那很多時候都會 一定是一個這樣的現象出現 就是說 很多時候他們晚上收拾好東西 第二天回來就不同了 噢 全動了 全動了 但是你說 譬如我之前去 在加拿大 我們都有去一些靈探 那些事情 那有些餐廳 我講的是主流外國人的那些餐廳 的而且確其實有上過報紙 是 就是上過當地的報紙 或者我試過去那一間 其實她 那個廚師呢 也都現身說法講過 就是她經常性 很早回來準備 食材的時候 在廚房都看到 有那個女士在那裡 動她的東西 或者在門後面 或者看到她的影 後來翻查一些報章 其實在那個餐廳的附近 曾經發生過交通意外 而當時 是有一個女的少女死了 所以 當時我們訪問那個廚師 她也講得到那個女鬼的名字 那個名字 我也不怕講 因為當時也講過 她叫Josie 但是這個人 就是說 她其實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 那個死者 她會不會這樣 是啊 她估計到 所以就 估計就是 那個靈體 就是當時 在餐廳外面的 十字路口 意外的女士 哦 如果說回新綱 又沒有特別的 一些鬧鬼的 現步的傳聞 是 純粹是 因為那個地標 令到大家 無限幻想的意思 是嗎 沒錯 如果你說要推敲 一些人不去擺酒 其實都很正常的 擺酒通常都是喜慶事 對 如果結婚就大壽 或者滿月 我想 有得選 你都不會去選一間鬧鬼的餐廳 但是她很厲害 她押納了這麼多年 對不對 是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正如 Edmond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去澳門的中央酒店 新中央酒店 都會說 沒有人居住 基本上殘舊到 但是越有那些地方 總是有生意 哈哈 哈哈 不是呀 新中央有很多其他人種居住 其他人種 我們看到有很多 一些 藍丫的 沒錯 旺過你很多五星級的 可能 是的 可能會太便宜 是的 但你正常人 你真的不會想進去住 大哥 自己練膽量嗎 那就是說這間新光 很可能只是做茶室的 很難會做到一些很大型的婚宴 仇宴 沒有的 我在那裡住了十幾二十年 從來沒有一些朋友好朋友 叫我 喂我請你去新光喝 哈哈 晚市 真的不行 唐賴就沒有 也沒有說 喂我們 輕高採烈地去新光道 領探一番 但是晚市有嗎 剛才師傅問 晚市有的 其實那個點是比較陰暗的 就算有些 你知道當地的社區 可能很多活動宴會 有時都會在酒樓舉辦 那都不是一個熱點 是的 那再說 譬如有些報道都會說 可能附近有發生過一些 例如意外 名案等等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為什麼呢 在早年 其實譬如他對面 步行可能幾幾兩分鐘 有一間戲院 現在沒有了 就是當時的中國人戲院 其實我記得 那時外面 一條馬路 都曾經發生過一些槍擊事件 是周界打死了人的 是嗎 是的 所以你說在唐人街這些地方 死人 殺人 那又並不出奇 我覺得不能夠 就是 盡歸納於 因為他是盲鬼而這樣 哦 不過可能是因為地域問題 容易聚了一些不好的氣場 各樣都會發生 可能有機會在那裡 你當時去有沒有感覺到 沒有的 其實我走一轉 都不敢拍攝 我純粹走上去 走一轉就下來 很正常 是啊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我想那時候你走一轉 就是這幾年的事 我想都已經變為一些地攤 賣東西 還有那些升降機都不知道 是正常不正常的 維修狀態 嗯 那究竟它會變成什麼呢 暫時好像還不知道 喂 得壇幫我打聽一下 好嗎 Garry 好 我覺得好 沒問題 最受關注很多時候這些 當遷冊或者重新建造的時候 都可能有些 如果真的有事 都一定有些事情發生一下 會呀會呀 不過始終當地有些外國人的社會 對這些事情 可能給我們香港的地方 沒有那麼敏感 況且我都說 當地主流的餐廳 或者地方 其實更鬧鬼更猛的 我們都有去過 都有 都有 都有親身有料到 所以就相比一下 猛鬼指數就 低一點 好 不過因為始終 這個節目都知道 我很多加拿大聽眾 看看他們會不會 對這個地段 剛剛有役的手 會變成什麼 有些回應 會變成什麼都很令人 期待 會不會拆掉它再起 期待 最好應該要做殯儀館 那些 又沒事了 是呀 做回也不錯 哈哈 沒問題 沒問題 對呀 你說得很對 好了 Garry今天跟你聊了這麼多 好啊 不要客氣 下次再聊 有什麼update再告訴你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好巧 做殯儀館 吃回那條水 是的 有些地是很古怪的 你明明那裡很旺的 就是那個位置 永遠是做不到的 是的 是嗎 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也有些地方 周圍都有 你看整條街 根本就是銅鑼灣 旺角很旺的 就是它的店 從來都搞不定 嗯 有些左邊也有 譬如是 左邊特別旺 右邊特別差 是的 即是搞來搞去都搞不定 它是某一種行業才做得到 是嗎 是嗎 有些偏門的 有條數去跟 嗯 嗯 OK 當然如果你說 在做一些地產來講 看看有沒有在那邊的朋友 知道有些來龍去脈 關於這個地方 隨時可以 郵寄給我 或者如果你不介意 唱個唱 打下來都可以 看看 因為我們還有些時間 如果要問問師傅關於你的 靈異個案 亦都是跟你想問的手機號碼 有關係的 都可以趁在少許時間 要不然 平時可能要在星期二 九點鐘 就問師傅 因為現在牽涉 當然跟靈異有關的事情 其他事情就不要這樣問 洪小姐 喂 Hello 你好 是 聽到 清楚了 你的事情是怎樣 我想問 我就搬了一間新屋 至二年三 一一不斷都病 和弄傷手腳 弄傷眼 直到 我就覺得 是不是這間屋不好呢 直到 有一天你們 看恐怖在線的時候 你們要直播Facebook才看到 是啊 因為我上班 我通常都慣懶 不開電腦 用手機先看恐怖在線 聽 然後我就 一直按 上不到 看不到 我看見到 已經搭10 了 我就要馬上去開電腦 看看是否 我再開電腦的時候 因為我很久沒有上Facebook 按自己家電腦 那些 我再看 看到我朋友的訊息 就是 走了 我才知道 我覺得 再想一想 很奇怪 如果不是你這樣 我聽你的節目 如果不是你 如果機器有問題 我就不會去按電腦 按開Facebook看 好 然後 之後 因為太晚了 我就不想 打電話去問 別人 我朋友的事 我想第二天再去問 再問我朋友出事的時候 那些病症 因為我是弄傷腳 手 無緣無故腫了 腿腫了 手又弄傷了 然後 最後 眼睛又弄傷了 那些時間是很吻合 我朋友也有這樣的症狀 直到 我最後一刻 眼睛弄傷了 我只是發炎 我無法上班 要去看醫生 嗯 當晚那兩晚在家休息 我就 不知為何 休息那兩天 就是我沒有外出 我是晚上 無緣無故心 是很不舒服 很捱著 就是 我只是想自殺 那些這樣的念頭 我不知道是甚麼事 就知道 康復了 接著 你直播不到那個 恐怖在線 我去看Facebook 我發現到 我朋友出事了 接著我再想一想 很多事情好像不對勁 我再問我朋友的姐姐 他就說回他的病徵 說我朋友 先前在醫院都試過三次 心臟停頓了 那我想問你 你和你的朋友的關係是怎樣呢 是的 以前是曾經一起過的 哦 哦 原來是這麼親密的 是的 那我就不知道是否他想帶個訊息給我 就是 告訴我 還有他姐姐 找過我找不到 但我電話呢 是一直都沒有轉過的 一直都用到現在的 就是我一出 一開始用電話 那個號碼就是用到現在 沒有 所以就很奇怪 他說找不到我 直到我看這個節目 聽不到 OK 明白了 明白了 即是你覺得會不會是他離開的時候 對 那大訊息給我聽說他離開了 好 也都因為時間很問合 有些事情 是的 好了 這個電話裡面看到他最近發生這些事 紅小姐 是 第一件事 你最近離開的朋友 本身那個人是不是很困難 是啊 因為你第一個數 我們那個數叫二九 就出愚頓蠻膚 就是說一些很萌塞的男人 嗯 你說不說是男性還是我 你用的話 你在事業上你會比較硬正一點 即你會頂得到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看你的另一半 他的性格上 就會比較萌塞一點 呃 什麼 萌塞 萌塞 她 都是 那另一部分 你最後的四個字 其實那裡是有點滴滴的 就說你人生的下半場 你這間屋打算住多久 呃 不是我這裡 剛剛我拿到公屋 是是是 即是會長住 是 是 這樣 你怎樣說好呢 嗯 這個號碼呢 其實就適合做一些特別一點的行業 那譬如說 特別一點的 可能你要回Shift 你要回夜晚 那這些工作就會好些 那如果你說你自己搬進這間屋之後才有問題呢 那應該是關這間屋時 呃 即是怎樣 即是未必關過號碼的事 你說你進了這間屋之後 是容易有病啊 很多麻煩事嘛 是 那你有一個方法 你會在這間屋的南方 放一些銅片在這裡 放什麼 銅片 呃 聽不到 為什麼 所以 啊 師傅你想要 大的銅片 大一點 說話 銅片 即是一塊塊 像銅錢那樣 因為你放六個銅錢 都可以 放在哪裡 南方 這間屋的南方就可以了 放個銅片 我在聽說 我有放過這六個銅錢在南方 我也是 卡卡卡你嗎 蛤 你覺得也是有點麻煩嗎 你覺得 其實我最初我覺得很 我覺得是監獄 但是呢 我再知道我朋友發生的事 我覺得 不知道 我也自己都去 就是怎樣 在心裡說問 究竟 是監獄啊 還是你想帶信息給我 知道啊 其實我不是怕他 就是他去了 就是我 我希望 你告訴我 究竟是否你想告訴我 你出了事 嗯 然後其實我都 很簡單 找過那些 他自己問 是還是不是 他給我的答案都說是 那現在看到 是否他的朋友 搞他 就是不要我搞 告訴他 這件事 就是可能 我可能 我可能知道怎樣 比較蠢 可能不是 那麼容易解釋到 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三分四次 很多事情都發生 就是 令到我知道 明白 其實也不是很像 甚至到Edmond那次 就是說 明白了 你不用重複了 不是很像 這個號碼不是很陰 只是輕微 所以 我覺得 不是關於號碼的事 不是關於號碼的事 應該不是 是的 他也未必想問 你的圖話是不一樣的 他想問 究竟朋友這些事情 對他的身體 一直以來 是不是有關他的朋友的事 還是那間屋事 我覺得那間屋事 是那間屋的事 相對 是那間屋事 未必是你的朋友 可能他給你訊息是有原因 或者他也是想給你訊息 但是你說你一直都不相信 或者 遇到一些怪事 很可能 都是跟這間屋有些關係 沒錯 是不是意思是這樣 是的 就是跟這間屋有些關係 是的 剛好你的朋友又真的離開了 而他又不斷給你訊息 就是兩邊 是的 你有拜四角嗎 有啊 嗯 但我不知道自己的確是否對 嗯 所以到我剛剛月尾 我送我朋友最有一情的時候 那我就自己去醫治店 買了些東西燒 那我也跟醫治店的人說過 就是我的情況 那我燒了 還有他買了一支東西 就是叫我抹一下房子 嗯 那支東西都可以說春生的 嗯 其實我一沖 其實我有時洗那支東西 例如洗身啊 或者是抹一間屋 其實感覺真的好很多 哦 因為很搞笑的 我下樓下的那些空間 嗯 那有個空間姐姐 其實她自己都 就是有這些 看過很多次 是的 她自己都感覺到 我好像前兩天 我下樓下 如是姐姐 那姐姐問你怎樣啊 我可以嗎 然後 我跟那個姐姐 大家一齊都 都會突然有一下 就是無本動 嗯 然後姐姐在那裡說 我也是啊 然後姐姐說 嗯 都好像還有東西在身上 哦 那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可能是房子的問題 那你 或者找多一次你的師傅 或者你樓下那些 是不是 幫你再做多一次 跟進一下 跟電話的關係就不太關係 不算太密切 嗯 嗯 好嗎 那你一來 你朋友知道了 嗯 那很可能那件事 就已經完結了 那兩個部分來的 是嗎 那我一銷完之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的 嗯 嗯 OK OK 好了 那希望你留意一下房子 那你朋友的那件事 就可以放下它 已經是 嗯 即是你都知道她走了 她都想給你一個訊息 她走了 嗯 是 好了 多謝你電話先 OK 拜拜 拜拜 有時候在一個號碼裡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是 會不會同一屋 自己運數 以及自己遇上的靈異事件 沒錯 那 唯有下次吧 時間又差不多了 有人都問 那個號碼隨時可以轉的 所以 是不是就可以 將一些東西 立即可以轉得好呢 有沒有一個限期三個月 或者半年就會看得到呢 應該三個月至半年內 就會知道 是嗎 很大分別的 如果你本身號碼很差 是 你一轉到一些黃色那裡 是 那就明顯一點 嗯 剛剛不是說 最後 有些好東西醒大家 是的 收費時段 是 沒錯 有什麼提示 第一件事 大家也想賺錢 是 在今年的東方 放一個錢箱 或者夾碼 或者放一個盒 放一些錢 在今年的東方 是財星來的 東方 對 廳的東方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今年的貴人 我們在歷法裡面算是豬和雞 但雞是不能用的 因為是本命年 因為今年是丁年 看到豬就會比較好 豬放在什麼方向會好呢 放在家裡的西北方 放一隻小豬的公仔 或者錢 什麼都可以 這樣會令自己的運程提升 就是這樣 可以放全年 可以 放到年尾 沒錯 好 隔晚 為什麼要隔晚 因為是代表財富 我們稱為無庫 或者是一個庫位 即是從那裡生一些東西出來 我又想起 你有沒有隔晚 我真的沒有隔晚 是不是 我不需要擺隔晚 大哥 未至於需要擺隔晚 但問題是我想起另一位元學師傅 哪位 剛才也出現過在我們 李居明大師 他說人生一定要有隔晚 對 有錢也有隔晚 是不是 所以你跟著有錢的步伐 你又會變成有錢 真的會這樣 某程度上會潛移默化 是不是 你會喜歡賺錢 錢也會喜歡在你身邊 但我隨時都喜歡賺錢 每個人都喜歡賺錢 就算沒有隔晚 是的 但你短時間會影響到你的氣場 是不是 要多大 應該要這麼大 最小便是一個盒 OK 因為不是人家可以擺隔晚 沒錯 拿一個盒裝錢也可以 哦 意思是這樣 沒錯 拿一個盒 盒要大一點 錢不要散散散散散 一定要放在盒上 那個盒在一個旺的位置 就會變成你的製餘會把錢拿出來 OK 這是什麼位置 東方 正東 正東位 這些專門是給我們收費時短的朋友 你們付了錢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師傅 說一些好東西給大家 大家賺錢 也是這樣 好了 時間又夠了 今晚謝謝師傅 好 預告一點點 因為最近有嘉賓 或者聽眾說過一件事 靈界是有義工的 是嗎 是啊 今晚我收到一位朋友跟他說 我認識的人 他真的做靈界義工 這麼厲害 要找他聊一聊 對 我現在要慢慢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了解了 他願意說的話 就跟大家去揭秘一下 靈界義工是怎麼做的呢 他做什麼呢 對 明晚再見 拜拜 好 多謝 好 多謝